啊 我觉得今天可以来来点聊天这样子 跟观众聊天 你有东西要跟观众聊天吗? 没有啦 有啦 有啦 要睡了 要睡了?今天这样早起来结果就要睡了 我先去拿睡 ok 所以我觉得反正没有事情做 我就来聊一下天咯 跟相机聊天 先讲一下 我觉得我们先来讲一点2020年的东西吧 2020年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份的 主要是因为 对咯就是很多疫情啊 然后又导致了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关店啊 当然还有我也是有亲人 就刚好在2020年就去世了这样子 我忘记是2019还是2020年的 哎呀 记性者是不是好像是2019是吗? 惨了哦 我都忘记了 然后他就是我的公公啦 所以就 对我来讲是 不会很久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我的家里面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啊 所以也是有点不舍得这样子 可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天下无不善之宴席 所以到最后 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啊 然后2020年 我个人也是有跟阿元创造了一个品牌 叫做DCNB 然后我觉得也是不太顺利啊 就像我之前讲的就是MCO的关系 所以导致了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拖 又或者是延迟这样子 所以很可惜在这一边啊 其实最近我们也是有 额 就是要出新款 然后就是 先卖个关职啊 我觉得 我觉得先卖个关职啊 就是我们会出三款新的款式这样子 所以你们敬请期待一下 然后我们也会有 要制造自己的那个主页 对主页 今年 今年 今年有什么target咧 我们讲今年的话 target就是希望 疫情会有好转啦 有好转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东西都会比较顺一点 就是不会卡着卡着这样 又延迟啦 这样子 所以是很麻烦的 哎呦 就是这样子哦 那有东西要跟观众讲两句 哦对最近 Benny的那个 周边跟Findy的周边产品要出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 去联络那个WhatsApp 啊联络这个号码 011 ok我会放去啊 就这样子啊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 记得去购买 It's a prank it's a prank 你有那个衣服的那个照片吗 有 有啦 这样我放下去哦 再两款 ok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 因为毕竟其实那个东西 就是一下子败了 然后我们的account就拿回来了 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其他 延伸出来的事件啊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不太需要单行啊 如果到最后还是有事情发生的话 这样子再走一步看一步这样子 把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句 就是记得一定要把你们的所有的 安全的那个东西做好好 那种双重密码那种 ok就这样子 这个也是Dixon的2021年 不算是不顺啊 我觉得就是 一点小阻碍这样啊 but ok啦 到最后也是没有事情 然后还给我拍了下来 ok 2020年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就是我的影片上trending 然后Benny就希望他的衣服可以大卖啊 因为他好像只限量200件 我的话 我就希望今年可以有一个300k的subscriber 然后希望 Herry在咯 Herry在咯 你们记得去follow他咯 刚刚我也是有放他的那个instagram嘛 你们记得去follow他 够够就请他啦 给他上10k先啦 因为他需要那个swipe uplink ok 所以那个swipe uplink 对很多来讲都很重要啊 可是偏偏instagram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要你有一个10k过后才可以有那个功能 所以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 可能是他们想为了避免某些 户法分子利用account来做一些某些事情这样 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啦 不懂 所以到最后就是ok咯 希望大家可以去对他有兴趣 而且他是单身啦先讲他 虽然讲过我也是单身 可是他缺爱 哈哈哈 所以今年的目标 我刚刚讲到一半 今年的目标就是要 可以的话300k咯 所以讲如果是打以前的话 要从现在这个subscriber上去的话 应该不需要到很多时间 可是最近就是比较drop一点了 所以会比较慢 所以我才会set这个target 就是我是caresubscriber 希望能得到 然后就是希望业配多一点咯 讲到业配 其实youtuber蛮靠业配吃饭的啦 就是虽然讲youtube的影片可以赚钱 ok 大家都知道超过10分钟可以放广告 可是也未必会赚很多 原因是因为我个人觉得youtube的机制就是 你放很多广告 可是你每一个时间段的广告 他都会随机跳出来 就讲有可能有些人他的广告是完全不会跳出来的 所以就导致那一个观众 那一个的观众 他是完全没有从他身上分到任何广告费的 所以那一种观众我们赚不到他的钱 我们唯一可以赚到观众的钱就是 你们某些观众如果会跳广告出来 那个就是才赚得到钱 因为我试过其实看某些人的影片 他放很多广告 然后我完全一个广告我都没有看过 就讲他放了很多 他差了很多广告进去 可是我看完了他都没有跳那广告出来 所以那一个就不会抽到钱 简单来讲就是广告费 有看到广告自然就会有分层 没有看到广告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也是很随机的啦 这个youtube的东西 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有好转一点了 可是比起以往的话其实会赚比较少的 本来ok啦还是慢慢的好起来了 就最近的广告都 广告费都会比较高youtube 然后业配也是有一些业配会找上门 所以今年2010年也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我在这里是希望大家就是 尽量少出门啦 就是就跟着SOK咯 出门的话就两个人就好咯 除非必不得已的话就没有办法 可是可以的话就尽量减少 我也是会去买菜的其实在这个期间 所以我跟Terry两个人去咯 然后Iron跟Cherry也会去 因为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东西要买 然后他们会选菜 然后我跟Terry可能比较不会选菜 所以就可能比较需要他们亲自去选啦 所以也没有办法帮他们买那些材料 所以到最后我们会两两车一起去 这样子 其实我想过我要就是做Streamer 就是那种游戏的实况主 可是我发现就是 马来西亚好像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去玩 没有试过啦 我也不懂会不会有人要看 这个也是我2010年会尝试的一个东西啦 可是故意是在最近啦 可能是等我比较得空了过后 我才会去试这种多出来的东西 很新鲜啦 对我来讲是很新鲜 其实我之前有试过就是 玩王者荣耀的 然后效果不太好 可是拍成影片的话就很多人看 可是直播的话就还好 就没有这样的人看 尤其是Twitch啦 其实我们想要去Twitch 去做这个游戏直播 可是我发现就是 Twitch都是没有华人 都是只有Banana啊 讲英语那种的 所以如果我要玩华人的游戏啊 或者是我要成为一个华 华语频道啊 也是好像很困难的感觉 所以也没有走到那一步啦 我就不会去走那一步 可能最后如果真的是要走的话 我也是会尝试YouTube Live 又或者是Facebook Live 这样子啦 可是不是最近啦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等我 得空的时候 有那个兴致的时候才去尝试去做 今天讲了蛮多话其实 OK啦 大概是这样子 最近早期可是早期又没有东西做 是很闲 OK啦 幸好Terry跟我一起共同进入 跟我一起早期 是不是 Terry Terry 到底是我陪你 还是你陪我呢 你觉得 应该是我陪你吧 因为你本来就是早期的 然后我也希望 他回去宾南了过后 我也可以维持这样子早期 最近都是8点 9点 最迟最迟也是10点 10点对来讲是迟的 很累 然后就差不多到这里啦今天 记得就是 留意我们DCNB的IG 在这边 OK